各位朋友,给大家报告缅北的新战况 同盟军这两天在中国的主持下和缅政府开始了谈判 同盟军这两天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在对峙当中 那么最新传出来的消息 有人说白锁城的全家在老街已经伏法了 那他儿子被击毙的照片都已经传出来了 这个事一会我们再说 我们先说在缅甸的最新的一个战况 你别看缅北停火了 整个的缅甸可没停火 根据同盟军的官方的消息说 在青帮若开军在百利瓦镇 既占领了德摇埃团部以后 12月10号11点45分宣布 完全控制了缅甸正面军位于百利瓦镇的另一个团部 11月14号若开军对位于百利瓦镇的德摇埃团部和奴部团部发动了进攻 在此期间双方在当地的冲突就没有停息过 若开军在进攻了21天以后占领了德摇埃团部 进攻到27天的时候占领了奴部团部 据报道在奴部团部部分缅军的将领投降 若开军同时若开军还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在善邦的北部12月10号15点20分 德昂民族解放军 占领了缅甸正面军位于南桑镇的南凯村的卡代普山据点 缴获了武器弹药一批 11日的凌晨3点40分 德昂军也占领了缅甸正面军位于拉旭镇的爱奈村的据点 早上5点德昂军再在南桑镇占领了缅甸正面军的雷寨据点 及南桑镇的警察局 根据德昂军的消息 11日德昂军还占领了缅甸正面民团混合部队 驻扎在桂盖镇的一个据点 在双方冲突期间俘虏了缅甸的正面军7人 缴获了60毫米80毫米迫击炮在内的武器弹药一批 在果敢战线由于这两天是处在谈判期间 所以同盟军与缅甸的正面军处于对峙状态 12月11日缅甸的正面军袭击了果敢红石头河的同盟军的阵地 并在募邦对同盟军进行了抛袭造成了六伤一亡 什么意思各位 同盟军留着口子呢 说在停火谈判期间正面军已经破坏了停火协议了 想打就打 各位留着口子你们听了吗 克伦基邦在克伦基联军与缅甸正面军在首府雷固镇的冲突仍在继续 12月9号克林军联军占领了雷固 克伦基邦的警察局的总部 在该警察局缴获了数量较多的交警摩托车 防爆车警车等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在马规省12月11号13点 驻扎在牧各聚镇的缅甸正面军的101师 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外出清理地雷 途中遭到人民保卫军联军使用地雷及无人机投弹攻击 攻击造成缅甸正面军4人死亡 在石阶省12月11号早上 人民保卫军对从卡尼镇运送粮食的缅甸正面军的80余名兵力 进行了狙击 双方爆发了一个多小时的交火 期间人民保卫军击毙了缅甸正面军至少5人 当天9点左右同样从卡尼镇向标少提民团驻守的村庄运送粮食的缅甸正面军的三辆军车 要50名兵力遭到了人民保卫军的狙击 双方爆发冲突到10点15分 期间人民保卫军击毙缅甸正面军一人 12月7号克钦独立军及人民保卫军联军控制了康帕镇 此后缅甸正面军一直试图反扑 从吉林庙镇向康帕镇逼近遭革命联军的阻挠 双方在当地持续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2月10号早上8点30分 人民保卫军的联军部队对驻扎在德牧镇的昂兴亚村的缅甸正面军的一个据点 实施了进攻并成功的占领 民族团结政府国防部称人民保卫军联军在12月7号对该据点发动了进攻 到10号的时候完全控制了 在该据点中人民保卫军也逮捕了疑似 缅甸正面军情报组织的6人缴获了一辆车 以武器弹药一批在仰光省12月11号 革命联军使用了遥控雷攻击了来打亚镇的缅甸正面军的代理政党 拱发党的办公室 据了解该办公室经常被缅甸正面军下面的标少提民团 以及行政人员用作威胁平民的场所 因此革命联军认定为军事目标并进行了打击 在博固省 11月10号上午的10点15分 12月10号应该是 向纳德林镇以东的桑基村逼近的缅甸正面军30余名兵力 遭到人民保卫军的地雷袭击 造成了缅甸正面军一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这就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战况 各位啊 咱们再说到老街 根据咱们的云南华侨在缅甸 在老街的实拍 老街今天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 东城都让同盟军给占了 然后呢 西城这边呢 还没有发起总攻 那老白家的处境怎么样了呢 我们先看看城内的情况吧 这位华侨呢 是在这个西城 朋友们 我又一如既往地给你们更新作品了 没有让你们失望啊 我还是一样的我 反正是不一样的阴火啊 今天呢 基本上老街城内呢 已经是 已经是怎么说呢 已经面临一个这种呢 这怎么叫呢 现在的时间啊 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给你们看一下 这呢 就是老街现在的一个现状啊 城里面 天气比较好 阳光呢 也明明啊 现在是4点40 这里呢 还是双风塔 基本上 拍老街不拍到一下双风塔 感觉是 不在这个没有拍到一样的啊 没有拍到一下呢 这里呢 主播呢 还是迎风路 六一群啊 带你们看一下最新的新传 今天那过多的讲解呢 等一下可能在一个七点左右 直播间里面进 呃 因为呢 这个作品里面呢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街上啊 大家看一下街上 具体的情况呢 时景呢 也就是这样子的啊 也就是这样子 天空比较狼 路面比较脏 垃圾呢 到处都是成堆成堆的啊 人呢 很稀少 一处有几个 最近一夜的嘛 还是迎风路这伙小姐姐啊 还在上班 其实呢 你们很多人来过这边的都知道 这边这条街呢 那是之前呢 以什么为著称啊 这条街呢 属于也是市中心 宏能区啊 现在等于是老街呢 两边都是按摩店啊 还有敬业的小姐姐在上班 其实呢 就是前面这条路呢 好 夜来乡KTV 呃 就是这个医院这里 呃 医院车站 都在这个地方啊 还有个胡桃里啊 回省这些洗衣店 现在呢 就等于是之前那个幸福桥那里啊 下面这里呢 是路口已经封闭了 好像是不可以过去啊 东城那边现在是不可以过去 东城那边呢 现在呢 是已经听说呢 是已经是同梦君这一块呢 已经是进入东城开始解放 部分地区呢 那边是局部解放了啊 这边的话也是还在把手啊 好像也不给过去 现在这些路障呢 之前是没有的啊 现在又加了一些路障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给加的 这里呢 也是很多之前很多年来过老街的呢 对这些今天主播拍的这些呢 应该会熟悉一点 因为这条街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大的还是属于东城区啊 东城区 还有就是北鹤这边比较变化比较大 主播刚刚拍的这几个位置呢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它是属于城中心 那个楼房这些也没有加了多少啊 还是之前的小商铺 铁皮瓦房啊 在这边用的最多的也就是铁皮瓦了 这个 街上那这个还有批发布这些还在 还还有人啊 这个小姐姐还还有几个小姐姐 你们看见没有 这个老这个这边过去呢 也就是老街子啊 这两天呢 应该是很快就接 应该马上要接近尾声了 这边呢 前面 还有栋黄鹤楼啊 黄鹤楼 很多呢铺子 这些都是关门必复 嗯 又到这个 看张纪念碑啦 今天呢 主播就给大家更新 感谢咱们的这位华侨朋友啊 两天呢 这个谈判 正在谈判 那么各位 谈判的结局是什么呀 那肯定是要把白索成他们交出来呀 中国对他们发了通缉令 他们的下场就跟那个明学昌是一模一样的 当初的时候 这个白索成是因为这个打仗勇敢 脑子灵被这个彭嘉生提拔起来的 到了1999年的时候 他们叛变了 是吧 他们这个2009年叛变的啊 不是1999年 2009年的时候叛变的 他们几个人联合缅军 是对彭嘉生发起了正面 当时的理由是说呢 彭嘉生的一个兵工厂里边制毒 结果呢 没有查到毒品 但是呢 缅军呢 以这个他们的兵工厂里的这些东西啊 卖给了中国的新疆 卖给了这个中国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为由 是要逮这个彭嘉生 你看那个时候还拿中国说事呢 当时呢 那个时候呢 中国呢 没把这个事当回事 其实中国那个时候要表态的话 我估计缅甸军政府也不敢那么明目张难的 所以说 彭嘉生就跑了 跑了以后 整个的就成了百所成的天下了 你看那个大儿子 二儿子 是吧 他这个大儿子为什么没被通缉啊 就说可能是这个没有担任电诈的这个明确的这种证据 你们他二儿子啊 什么担任了什么电诈的那个法人代表啊 之类的之类的 是吧 而且还有中国国籍啊 是吧 那当然得通缉他了 刚刚传出来的一张照片啊 大家都知道油管啊 比这个头条啊 什么比中国的那些媒体啊 还要左啊 根本就不能放这样的照片 一放的话 这内容您就看不见了啊 刚刚传出来的照片 还是他的二儿子啊 白鹰仓 白鹰仓躺在一个单架上啊 这个脑袋 也是给这个打一血洞 看着呢 确实是白鹰仓的这个照片 那当然了 有人说这白鹰仓不是传 前两张坠机了吗 这个照片是不是假的 真的假的 现在没有证实 但是呢 各位 老白家的这一家子 让你们想 跟这个明学昌的下场 明家的一家子 有没有区别啊 这个还作为什么爱心女神 白鹰兰 这他女儿 他女儿 假惺惺的 拿出点这个钱来做慈善 是吧 还有这个刘家 魏家 这一个都跑不了 白鹰兰 还有魏荣 这两个所谓的电诈女神 是吧 假惺惺的 还拿出来做慈善 没有用 现在 白家 我个人认为 他们全家 现在真的有可能 在老街 都已经被军政府给弄死了 甚至是比明家 还狠 是吧 所以这两天 你就会得到确切的消息 那么关于他全家 伏法的那个照片 是真是假 马上就能证实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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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